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今天要来看见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 在他复活之后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叫做基督有权柄而你有基督 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权柄跟你有基督基督有你这件事情 我们做一个角度的切入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见耶稣的复活到底代表 在门徒的生命当中代表什么意思 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有什么样的转化 我们来看一下18章28章18到20节 好 这边我们来同声开口来念一下公读神的经文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经文很熟悉嘛 每个人都会背 所以我们再来一次大声的来公读神的话 请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死里复活 祂的坟墓已经空了 那祂到跟门徒约定好的橄榄山上去的时候呢 祂对门徒说这句话 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祂在我们如果再往前面看 你就会发现 父说你要得荣耀的时候就已经到了 耶稣对祂的门徒说 我要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 表明祂在十字架上的赴死 跟祂的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难之后呢 就是祂完全得荣耀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就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有能力做 可是你宁愿不做 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 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你是全地的全人的神 你是全能的神 可是你愿意一个更高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舍弃你自己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件事情在耶稣进前来跟他们说这件事情 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前提 为什么耶稣要对门徒突然这么说呢 因为在前面有一个十六章 我们看一下十六章发生什么事情 十六章前面在耶稣进前来之后 我们来念一下 请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站在他们面前 可是十一个门徒当中还有人在疑惑 在敬拜耶稣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一个复活的耶稣站在你面前 你觉得你会疑惑吗 你疑惑什么呢 是真的吗 还是你担心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明明耶稣复活了 站在你面前 但是门徒还是会疑惑 你有想过你会疑惑什么吗 那这个经文我问过很多人 那有些人的回答是说 好啊耶稣那你受死了吗 那你复活了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现在所以勒 那你要升天了 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去处 那我们呢 你会这样觉得吗 当你是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我要为你们预备更好的住处 所以我要赐下圣灵来 然后我要上天上去 你会觉得那现在是怎样 现在那我要做什么 那我现在要跟随谁 我要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疑惑大部分的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那疑惑这个词呢 它是指的是负数 所以如果你去查原文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一些人的状态 所以说在除了此一个门徒 还有一些他显现的人之外呢 他还有一些人都有这个疑惑就是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那你要带我走吗 还是那我要继续跟随谁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门徒疑惑是 当你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 可是耶稣又要离开你啊 那你到底要往哪里走 那我就想啊 耶稣复活之后升天 能不能再多留一下吗 为什么要这么快接走 那耶稣升天了 我没有耶稣 那我要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没有耶稣同在的世界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你知道当门徒 当你生命有耶稣的时候 你又会有一个方向 可是你当你的生命 陷入一个茫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耶稣好像 被你留在后面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耶稣知道门徒的疑惑 所以耶稣我们看十八节 耶稣来说什么呢 耶稣进前来 他来的是 下一页谢谢 他来的是 然后对他 我们来念一下哦 标题是 主向能保证他的能力 他的权柄 所以呢 耶稣对 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 当门徒心里疑惑的时候 有些人会怀疑 有些人害怕 有些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这件事情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前面还有一段 我认为 我推定 跟大家分享一下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不要担心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耶稣就他们的事 不要担心 不要惧怕 因为我已经有所有的权柄 所以 他是要兼顾门徒的信心的 这件事情 他要先兼顾门徒的信心 Don't worry Don't be afraid 那这里的进前来呢 你去查希腊文的原文 它有主动靠近的意思 我们如果有读过 黄皮书 就是那个马可福音的时候 你就知道 耶稣每一次 主动的动作 都是回忆 他来就是要回应 门徒这些疑惑 所以耶稣主动走到 门徒的当中 对他们来说 那我们在圣经当中 常常看到神有一些 耶稣有一些主动的动作 耶稣主动进前来 靠近他 表达许多的意思 比如说马可福音 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一节 有一个大麻风的人 来找耶稣 他说 主啊 你若肯 并能叫我捷径了 所以耶稣动了慈心 就主动伸手 触摸那场大麻风的 所以耶稣有很多的意志 耶稣有很多的行为 都是主动来的 耶稣的主动 通常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 耶稣知道我们的本相 耶稣知道我们会疑惑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冷淡 或者是有的时候 也会对自己不自信 然后我们的软弱非常多 但是耶稣主动来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表明了 他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 而撇弃我们 然而挑选我们 拣选我们 托付他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很多不足 我们有很多的缺乏 可是耶稣主动来 挑选我们 你要知道 你的身份非常非常特别 你可能认为说 我信耶稣很正常 可是你要知道 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 圣经说 耶稣在创世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所以我们是特别被拣选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给耶稣机会 然后让我们来相信他 不是哦 是在创世之前 耶稣会拣选我们 你知道这个拣选到底有多特别吗 不要小看你被拣选这个身份 所以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 在他上天之前 他要托付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要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 我们今天有如今的 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 认识他 向他祷告 经历他的全能 跟经历他的大能 全部是因为神的怜悯 跟神的爱 如果你在圣经当中 你就会看到很多上帝的心意 在他的圣经经文当中 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一节 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读圣经 可以怎么样一层又一层的看见 神到底要说什么 好 我们看到耶稣说 不要害怕 对不对 他告诉门徒 他兼顾门徒的信心 他向我们保证 他的权柄跟能力 那权柄是什么 我们常常讲说 哇神有你有权柄 权柄是什么 有人可以回答我吗 不要回答 没关系 那我直接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权柄这件事情 我们在四福音当中 约略可以分几件事情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呢 人的权柄没有能力 我们在会堂里面看见 文士跟法利塞人 他们在社会上面 有极高的地位 所以呢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 医病跟干鬼 耶稣不像文士 能说不能行 他可以说律法书中的事情 但是他却行不出来神迹 他只能重复过往以前的传统 彰显上帝的能力 但是耶稣呢 可以掌管人的心 拯救生命带来改变 但是文士跟法利塞人 人的权柄是一个位阶上面 他没有任何的实质上的能力 可以改变任何事情 好第二件事情呢 相对于人类权柄呢 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是什么 耶稣的权柄大有能力 权柄这件事情很抽象 但是呢 你看不见他 可是你却可以感觉到他 耶稣的服饰啊 起初是行干鬼的神迹 后来呢 你怎么看见耶稣的权柄 是可以改变人的 因为彼得的岳母 得了热病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耶稣去医治了彼得的岳母 如果你仔细的看那个经文 你就发现圣经上说什么 他说使他康复 有能力起来服侍耶稣和门徒们 我之前一直认为说 岳母来服侍耶稣 就身体好服侍耶稣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有没有 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就觉得 很正常啊 他其实没有 因为他岳母那个时候 还不太认识耶稣是谁嘛 但是他因为被耶稣 医治了病之后 有能力起来 然后我觉得他感觉到了 耶稣的能力 跟看见他的权柄 所以可见耶稣的能力 不只在身体的健康 更带来生命的改变 要不然他身体好 他其实不用去服侍 耶稣跟门徒们的事吗 他不但 立刻得着康复 然后他就立刻起来服侍 所以基本上耶稣的权柄 不只是在身体的健康 而是在人心的生命的改变 所以呢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经文讲的权柄是什么 这里的所有 我们看一下右上角 他的英文的原文是 All power is given unto me in heaven and the earth 有没有发现一个文法很奇怪的地方 All power is given unto me in heaven and the earth 有发现一个文法很奇怪的地方吗 他写 All power is 他用的是单数哦 他用的是单数 可见他指的是 可见在圣经当中 他认为的权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不是指各种各样的权柄 而是指一个完全的 他的权柄不是分成 这是一致的权柄 这个是赏赐的权柄 这个是赐平安的权柄 这个是赶鬼的权柄 不是哦 对耶稣而言 神赐给他的 神得着的是一个完全的权柄 从父的手中接过来的 是一个属天的权柄 那我们正是靠这个权柄 与耶稣一同有份 跟你旁边说 我们与耶稣一同有份 对耶稣一同有份 好 在十八节当中 我们看见一个 十八节 十九节 二十节 我们看见所谓的大使命 这是我们的那个 常常人这样说的吗 但是其实我们来 从丝剥茧 我们来分析一下 耶稣讲这件事情 他里面代表什么 属灵的奥秘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节 我们先看二十节 他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你们要去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表示 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做 神就常与我们 我们同在 到世界的末了 我以前的认为啊 我以前还没有研读 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条件哦 我先讲一下 这是我以前的谬误 希望大家不要跟我 有样的谬误 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常常会觉得 哇耶稣好现实哦 我要做完这些东西 他才会与我同在 是吗 他的经文听起来 好像是这样嘛 所以你们要去 十八民座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经给他们施洗 然后反正我教训你们都 纷纷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是个交换吗 我认为这个好像是个交换耶 好像我要做到 耶稣的某些条件 耶稣才会与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好 可是我大错特错 我实际上呢 去研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去研究它 我才发现 我之前过去的想法 都是错的 希望如果你有跟我同样 错误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 神的真理 好 我们看到 同在这个事情哦 同在这个事情呢 它是个界隙词 然后翻成中文 它是与什么什么人在一起 这个很重要哦 在什么什么当中 在什么什么事物当中 我再说一次 同在这件事情 在原文当中是 在什么什么事物当中 参与在什么什么当中 好哦 所以它这个意思 放在你的经文里面 就是当耶稣在 当中的时候 它不是参与在人的当中 它也会参与在 事情的发展里面 我要再说一次 当耶稣的同在 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它不只是在我们人的当中 它也会运行参与在 我们事情的发展里面 所以它不只是 你看见的一个 就在你旁边而已 它是一个灵 它是一个位格 它的能力可以参与在 所有事情的发展当中 你的谈判 你任何一件事情 你的言语 你做的每件事情 耶稣都可以参与在当中 这个是它同在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英文代表什么呢 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可以看到它的经文吗 Hello I'm with you always 我没有打错 它的古文是always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mem 看一下经文 第一件事情是 耶稣用always 表示呢 它是 它不是用always 我们中文看到中文经文 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会觉得说 oh often 可是 这不是频率的问题 在这英文的原文当中 它的原文是讲always 再来你看一件事情 就是even 后面那个even 它不是until 是直到世界的末日 until是到什么什么末日 它是甚至 好 那我直接翻出来 它的意思是说 我应许我参与你的生命当中 到什么时候呢 甚至超过世界的末了 我都会与你同在 我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再说一次 我常与我们同在 真正的意思应该是说 你看 我会应许我的同在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面 同在到一个地步是 超越世界的末了 甚至世界的末了 我都会与你同在 它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 一个形容一个状态 不是直到什么时间为止 一个限制 耶稣的东西 耶稣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它是 我的同在是 到一个地步是 到世界的末了 我都仍然会参与在 跟你一切有关的事情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频率 一个形容 它不是到一个世界的宗旨 所以你要想想看 耶稣希望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你相信 超越世界的末了 都不能阻止我的同在 在你的生命当中 都不能阻止 我参与你的生活 我参与你的生命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end看到了吗 二十节的那个下一段 它写end 中文是什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吗 可是你要知道 还有一件事情是 耶稣会与我们同在的 一个很大的名证是 耶稣不是用then 是用end 所以当它托付给你的时候 不是因为它托付给你 所以它才给你同在的应许 而是它告诉你托付给你的时候 同时应许就同在了 同在的应许就开始发生了 所以它不是用then 它不是所有的完成 像我以前谬误的认为 我要做的这些事情 才会赚得耶稣的同在 不是的 耶稣这里是告诉你说 当我托付给你的时候 同时我的同在 我的参与 就会临到你当中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当主耶稣托付我们的时候 主会跟我们一起去完成 所以当它托付的moment 那一刻开始 神就参与在当中 所以神的同在是这样的 神的同在不是交换得来的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事情 你做完这些事情 哦 神在说 好 那我就与你同在 你真乖 然后神的意思 从来不是这样 神说不要害怕 我的同在是当我托付你的时候 我就先给了你 然后你要相信我 直到世界的尽头 我都不会离开你 这个是神 在这个大实力里面 祂给你最大的应许是这样 所以以前我的认为真的是大错特错 所以呢 神的托付是什么呢 神的托付是要奉祂的名 传悔改的福音 对吗 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好 所以呢 那我们刚刚讲到神的主权跟权柄 我们讲到耶稣的同在 在经文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得着主的权柄跟耶稣的同在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分析一个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节 下一页 谢谢 再请大家念一次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放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看到十九节是关键 你要怎样得着耶稣的同在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得着主耶稣的权柄跟经律主的同在是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 下一页 谢谢 得到你得着耶稣的权柄跟享受耶稣永远的同在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在这边告诉你的事情是 十万名做主的门徒 我们看英文更能够明白哦 having gone then disciple all the nations disciple它是一个动词 是使什么什么人成为门徒 我们在很多的讲道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传道人 甚至很多书他会告诉你说 所以你要去去传福音什么什么什么 大错特错不是这样子的哦 神从来没有说你要去传福音 神是说使他们成为门徒 使他们成为门徒 使他们成为门徒 传道人之间啊总是会觉得说 在分享的时候总是会说 哇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很懒散 有的传道人就说没有我们更懒散 我们就会开始会分享一些 然后自己在教会当中看见的困境 然后我们也会自嘲说 没关系啊反正传一百人 总有一个人会成为门徒 这是神的心意吗 不是呢 虽然我们会自嘲 但是你看这个经文 大大折备我们误解神的话 神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门徒 我们常会觉得说 啊这个人讲都讲不听 然后他也就是要来不来怎么样 当信徒就好了 当信徒就好了 这是神的心意吗 这不是神的心意哦 如果你认为你只是信徒而已 那你就大错特错 神要我们成为门徒 神也要使你去接触 每一个人成为门徒 你想想看你信主多久了 你想想看你读圣经读多久了 不要跟我说你爱主的程度 爱主的程度没有办法评量 你认识了这么多的真理 你的生命有办法去 传递任何一个人吗 你可以把你信主的经历 跟人家分享吗 跟人家说耶稣真好 耶稣是真的 我很烂 我很烂是陈述事实嘛 但是耶稣真是好 你愿意 你会跟人家这样子讲吗 还是你就是每天起来 睡觉醒来 好像就是 你现在看真的很可怕哦 有一点我常常在想 有一天我到神的审判台前 神把我这一生 为他做的事情 重新再播放一次 我一定会很后悔 但我想过那很后悔的时候嘛 早知道我就 怎么怎么了 早知道我就多爱主一下了 早知道我就多认识这个人一下了 影响他一下了 早知道 可是你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早知道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定业当中 都已经end了 好 所以呢 神的心意是 当你要得着主的权柄 经历主的同在 条件就是要使万名做主的门徒啊 在英文当中 disciple是唯一的动词 那他在圣经当中呢 他讲的师徒关系是永永远远的 一生之久的 你不需要带很多 耶稣一生你只带十二个 对吗 所以做门徒呢 就是用生命去影响其他人 好的不好的 你都会影响 所以呢 神透过弟兄姐妹建造教会 我们带我们的门徒 非常非常的重要 门徒什么呢 就是上主耶稣的人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神叫天使去带门徒就好了 是不是带得比我们还好 为什么要我们来带门徒呢 门徒很辛苦耶 门徒会背叛耶 门徒会插刀耶 门徒有时候会对抗你耶 门徒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话 带门徒也很麻烦 可是 如果他让神 你想想看 试想一下 如果让天使去带门徒 他们就享受不到 以马内力的神 你知道吗 其实带门徒一件事情 看起来很痛苦 但对我们人生是祝福 因为在带门徒的过程当中 你才可以真实的经历到 以马内力的神 与我们同在的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要真实的倚靠他 你才能经历到他 那带门徒啊 有几个很大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就是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认为 带门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带门徒当中呢 会到最大的危机就是 我们自己不知道 带门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带门徒的感觉 大部分人都会形容说 很苦很难很痛很麻烦很累 我没有时间 可是耶稣是这样啊 耶稣会经历人的背叛 耶稣会忍受人的失败 可是他还是会这么做啊 所以这件事情 得着权柄跟同在 最大的关键是 我们要使人成为门徒 你也不要以自己为信徒就满足 你要追求的是 我要成为神重用的精兵 我要成为神 生命 就是我要成为 可以撼动人家生命的人 影响人生命的人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也是你的门徒啊 所以你知道 你的生命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 那所有的 所有的信仰呢 跟所有的同在 跟所有的权柄发生 都是从信耶稣进入的 信耶稣开始 我很鼓励你们姐妹 如果你可以 有时间 你行有余力 可以研究一下 英文的经文 跟一些原文的经文 有一些工具蛮好的 你可以开始 避免到很多错误的坑 跟你错解圣经的坑 像我刚刚讲的 我之前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你要帮助人成为门徒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需要代价 但是你要知道耶稣 耶稣知道你要付上代价 耶稣也知道我们会恐惧 可是耶稣跟你说什么 我会参与在当中啊 我会参与在当中 所以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只要教会的兄姐妹 没有基督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对魔鬼来说 他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教会如果全部都是baby 一点能力都没有 魔鬼我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魔鬼根本就不需要攻击你 因为教会完全都是一些软弱无力 遇到挫折就离开的人 所以成为长大的门徒 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才能彰显 基督的教会是有能力的 但是你不用担心啊 耶稣跟你权柄 耶稣参与在当中 你成为门徒 跟你带领别人成为门徒 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大使命的重点啊 是要带门徒 不是充满信徒 不是充满信徒 所以跟主耶稣在一起天天生活 半途会有人跑走啊 会吗 一定会吧 你的生命当中 我的生命当中 一定会有人会离开 然后转向他想过的世界 那有什么关系 我们继续做啊 因为这件事情是 耶稣跟我讲 托付给我极重要的事情 而且再来就是 耶稣把他自己给我们耶 耶稣把他的权柄给了我 他也把他自己给了我 所以 重要的事情是 神是以马内力的神 他把他自己给了我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常常忘记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以至于我们会看见害怕 看见挫折 看见负面的地方 就是撒旦要我们看见的 是吗 所以你要知道 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我们常常忘记 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享受主的同在是因为 神的权柄 神要我们戴门徒 是要享受这以马内力神的同在 所以戴门徒不是辛苦 戴门徒很多时候是 你可以经历到神 很享受 那做门徒这件事情呢 我给大家几个方向可以看一下 下一页谢谢 第一 今天事情就是 我们从神开口来念一下好吗 请 做门徒 就是成为主自己的学生 主耶稣没有直接说明 做门徒的方法 但他却引导了做门徒的道路 对 他引导我们做门徒的道路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门徒呢 你要知道 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说 我是真葡萄树 祝你们是知子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好牧人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你跟我 相对于世界上不幸的人来说 我们都是小牧人啊 现在是一个全民皆祭司的时代 你是小牧人 我也是小牧人 不在乎你是不是小组长 No 你跟随耶稣 你就是小牧人了 OK 所以相对于外面不幸的人来说 我们就是耶稣的代表 我们就是小牧人啊 小牧人要听大牧人的话 就是听耶稣的声音 所以你也要教导其他的羊 听大牧人的声音 我再说一次哦 小牧人听大牧人的声音 大牧人要教导羊 听大牧人的声音 所以你听神的话 你听见神的声音 你要告诉其他人 神的声音是如何如何 即便他可能刚信主而已 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常常 跟人家在传福音的时候 或戴门徒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讲很多故事 对不对 那很多鼠联书籍 会写很多类似的 比喻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故事 因为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生命当中 缺乏神的话 我们对神的话 不了解 不认识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诠释 所以你就听不见大牧人的声音 我们都是小牧人 所以我们要听大牧人的声音 也要帮助羊听大牧人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戴门徒 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不知道保罗书信 有保罗写给提亚非罗 保罗写给提摩太 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 然后写给很多很多的教会 我们会不会认为他是对我们说话 会吗 我们会认为保罗写这些东西 也是写给了我们 对吗 可是这是我们的印象情愿 这是我们的印象情愿 你有什么样的根据 你可以知道保罗写这些给门徒的信 也是对我说的呢 你有什么样的根据 圣经有说吗 圣经有说吗 但是当你成为门徒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领受 因为这是保罗写给他的门徒的 如果当你成为主的门徒 成为保罗的门徒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写给你的 如果你不愿意要成为门徒 你认为成为门徒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保罗写这些东西给你 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相信圣经 你读圣经 你成为门徒 你就知道这个是神告诉你的话 神对你说的话 这所以呢 做门徒是有道路 是有方向的 所以你的小牧人要带领人去认识耶稣 进到他的生命盼望当中 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我们人当中有很多是想要抵挡神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就是喜欢建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我可以随心所欲的 但是你真的认为神世界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吗 你不需要有人带领你方向吗 我们看一下做门徒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做门徒请 大家请念一遍 请 做门徒是学习更像基督的过程 对我们刚刚说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跟你旁边的人 都是学习 都是你的门徒 学习你的样子 所以当你生命转化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很软弱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 但你要知道转化是一辈子的事情 生命的本质跟特质不是神直接给你的 神是靠环境来操练你的 所以你只要活出不一样 你就会有影响力 透过生命的表现 可以让会众知道 所谓属灵的成熟度 并不是年龄来界定的 你可以十几岁 你可以很成熟 你可以四十几岁 你可以很幼稚 在神的里面 只要你愿意成长 神都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 而且神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 神是在乎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被福音转化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是 不是你认识福音多少 而是你愿意怎么样 被福音转化的程度是多少 你能够被神转化吗 还是你的十年前 五年前 一年前 跟你现在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神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 神是在乎我们的生命 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神在乎的是我们成为 怎样被福音转化成怎么样的人 越长大的生命 其实你越能够享受神的爱 我们只有享受神才能够荣耀他 因为我们爱一个人 我们就会知道他想要什么 所以当我们爱神 学习爱神的时候 对神来说也是一样的 神想要的是我能够回应他的命令 回应他的话 与他有关系 越来越体会耶稣要什么 就会越来越享受他 你要知道我们之前在分享到 敬拜的时候 有一个定义是说 敬拜是神要我们享受他 所以其实在经文 在整本圣经里面 神有一件最大的事情是 让我们可以享受在 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当中 享受神 信耶稣是一件非常非常享受的事情 你可以去感受到 你可以去经历到 那你越来越享受他 你就会越来越珍惜他 因为耶稣极为宝贵 有什么人可以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 只为了让你可以回到与神和好的路上 对不对 那十万名成为主的门徒 有两件事情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去行 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要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呢 表明加入基督的教会 是一个对自己信仰公开 也是对黑暗 跟这个世界的发生 所以如今我属基督 你不要轻看这样的身份 我们说过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拣选的 如果你信耶稣 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受洗 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受洗 所以每一次 我跟一个新朋友 我带他一对一的时候 在六课之内 我的目标就是六课之内 我就要让他受洗 不是我让他受洗 是我就让他明白神是生的神 然后你受洗对你有益处 我的目标一直是这样 然后实行率也是百分之百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要让他知道 耶稣跟他是有关系的 他能不能受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可是我希望他 分享这美好的事情 使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耶稣是真的 你不受洗 你要做什么 对所以这件事情 受洗是很重要的事情哦 所以呢 为什么要受洗呢 他们会问你说 那我相信就好 为什么要受洗呢 受洗课程教导我们 第一件事情是 因为使徒这样教导 受洗是使徒这样教导 我们念他经文好吗 请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灵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贴了三千人 所以受洗这件事情 是门徒的教导 门徒是这样教导的 他下一页是什么呢 下一页 这边我们再请一下 大家念一下经文 所以为什么要受洗呢 当他问你的时候 你要说 因为这是使徒教导的嘛 第二件事情呢 为什么要受洗呢 下一页谢谢 因为耶稣自己也做了榜样 这个是因为我们熟悉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念一次 请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其实受洗这件事情啊 施洗受洗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moment 就是不是那三十秒而已 不是微俊跟荤木师 用水洒在你头上 然后那个moment而已 其实受洗是一个回转的意思 你需要回转吗 我需要回转吗 我们的人生每个时刻都需要回转啊 我们说过罪的定义是什么 罪是当你射不中靶心 这就是罪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没有常常回到神面前 我们就会离主的到 越来越偏行 越来越离靶 越来越远 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 就是重新再一次对焦在神的面前 你要重新回到重生的意义当中喔 所以受洗全中 却要不是一个仪式 也不是一个动作 是我们天天都要做的事情 你的读经 你的祷告 就是为了让你对焦 可以对焦在神的十字架当中 所以回到重生的意义是 我们天天都要回到耶稣里面 天天都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嘛 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 都有个经文是祝福你的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我们知道 他们在终于专心的火锅 也没有发生能力 其实我们有机会 在专家好像真的一切都变成 还是不能够的 才能按针 是 有 给我们的